强强联合一定能帮我们带来更好的产品 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 由比亚迪和戴姆诺公司联合推出的强强联合的产品 腾室X 由梅塞德斯奔驰主导的外观内饰以及UI的设计 可以旋转的超大中控屏幕 三排七座大空间 接下来咱们就掰开了揉碎了 来好好讲一讲这一台中德混水的新车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这台车的外观设计 那么腾室X的外观内饰以及UI设计 全部都是由梅塞德斯奔驰中国高级设计中心来完成的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曲线线条 整车平滑的曲面设计车头贯穿式LED灯带 横贯式的车尾 以及跟奔驰三叉星同尺寸大小的腾室logo 这些都是这台车在外观上的亮点所在 而Style by Mercedes-Benz的标志名牌 则也宣告这台车来自于奔驰的血统 一上车这内饰就有着浓浓的豪华车的氛围 而且这种环抱式的设计 但是你仔细看的话 你会发现这内饰上面这些布局的按钮 以及挡板的设计 包括这些可以旋转的中控巨大的屏幕 都透露了两个关键字 那就是融合 既有新能源车型应该有那种未来科技感 同时还拥有着奔驰同源相乘的豪华版 这台车开起来究竟怎么样 我们这次试驾的是一台腾室的 PHEV的版本 我们知道在新能源领域 BRD有着非常高的地位 那么这台车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三勤模式 这一套动力总成提供了一个431千瓦 950牛米的数据输出 这个数据有多可怕 它相当于一台V12发动机的输出效率 那0到100公里只需要4.3秒 新增的BSG电机 也就是皮带传动启动发电一体化电机 负责动能回收 在车辆低速状态时使用电机驱动 当车速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2.0系内源机借助做工 从而实现更快的加速 以及平顺的动力前接 说到底盘 这台车搭载的是FSD减震器 通过电控系统 可以来改变避震桶内的油压 降低阻尼 从而来提高整车的驾驶和乘坐的舒适性 那么这台车 其实我们在静态的时候看到 它整个车身尺寸非常的大 但是实际在行驶过程中 由于它车身的高度和整个车身造型 你并不觉得这台车在行驶过程中 让你觉得因为大而造成的这种驾驶困难 其实驾驶起来还是很轻盈的 尤其是一个方向盘的阻尼 并没有说它很像某一个极端去调教 其实在我们日常行驶过程中 它是阻尼是一个适中的状态 那么当我们驳车的时候 这套电控阻尼也可以把方向盘的阻尼 系数调得非常的轻 便于我们日常的这种驳车驾驶 这一点我觉得对于未来 像这种混合动力车型 或者纯电动车型 在这一点上会做得非常的人性化 另外腾市在方向盘上 还给我们提供了两个模式可调 运动和舒适 当然你在这两种模式设定情况下 方向盘会给你一个非常明确的变化 在运动模式下 方向盘的阻尼会变得非常重 其实这一点在我们驾驶的过程中 会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方向指向性 这台车其实从外观上看 你会发现它的底盘非常高 尤其是在行驶动态过程中 你会觉得它22寸的轮圈 加上一个高底盘 你会觉得这车重心会不会特别高 其实你在驾驶过程中 你会发现它的重心压得非常好 这一点要得益于它是一台混合动力车型 把它的电机的布局以及电池的布局 让整车的底盘 整车的重心完全降在底盘的这个部分上 所以你在驾驶过程中 这台车的侧倾也好 包括我们在行驶的路面上 遇到坑挖路面的这种减震的回汇也好 会让你觉得这台车的重心并不高 并不轻飘 而驾驶起来是非常稳重的那种体验 我们知道这是一台PHEV的车型 那么刚才我也跟大家介绍了这台车的账面数据 它的账面数据的输出功率相当于一台V12发动机的功率 那么4.3秒加速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它在出段的时候电机能够给予非常高的扭矩输出 这个扭矩输出给你的直接感受 就是它的加速度让你有一点毛孔悚然的感觉 从0到560公里这一段区间的加速 你会感觉到电机无限的扭矩输出 当到了60公里这个临界点的时候 内燃机很好的将功率输出相衔接 所以说这台车的0到100的加速过程中 你会感受到电机和内燃机无缝衔接 而且完美的功率输出的这种体验 这种体验我觉得只有在这台车上有一个特别好的展现 这台车的静谧性其实非常的好 首先它是一台混合动力车型 那么它的发动机就不是时时刻刻的工作的 由电机来配合动力输出 所以发动机的噪音基本上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听不到的 那么整车的隔音效果又是由梅塞泽斯奔驰来进行设计和定义的 所以这台车的静谧性有着非常好的一个体验 这台车还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玩的设置 叫原地充电模式 怎么原地充电呢 你只需要把油门踏板踩到底踩成地板油 这台车的发动机就会启动 就会给电池进行一个原地8000瓦的充电 总体来说 这一次腾市回归确实跟我们带来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那么在产品上也确实多了非常多的高级感和品质感 那么相比于现在市场上在售这些车型 腾市也确实没有哪些车型能够跟它再进行对比和抗衡了 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 我们下一次再见 谢谢 谢谢